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没时间也没机会去尝试 这金色阶梯的倒影规则实在是太过强悍了 他在虚空之中就算是看见了也根本无法靠近 现在暗界是金色阶梯的源头 那银山男子还在炼制诸神塔想和金色阶梯对接 如果这地方还无法靠近金色阶梯 那他也只能现行顿走 刚到金色阶梯旁 莫无忌就直接抬手抓了下去 他的半月重击被损坏 昆吾剑也没花时间去彻底炼化 更何况莫无忌隐约感觉到 这金色阶梯根本不是靠硬轰就能轰碎的 他只能伸手去抓 而不能用别的规则法宝去轰 莫无忌的手刚抓到金色阶梯 一道恐怖的规则力量立刻席卷而至 莫无忌本就重伤未愈 这恐怖的力量席卷过来 让他周身的骨骼再次不断的开裂 几口精血是直接喷了出来 莫无忌硬是拼着身受重伤 以没有放开他的手 那金色的阶梯像是天生地长在这里一样 莫无忌根本无法移动分毫 更别说是破坏着金色阶梯 莫无忌心中一沉 他正想放开这金色阶梯顿走的时候 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情 他在虚空之中的时候 连靠近这金色阶梯都办不到 可现在他却抓着这金色的阶梯 虽然这金色阶梯纹丝不动 浩瀚无边的力量也源源不断地传过来 甚至每时每刻都在加剧 但这里显然才是金色阶梯 道运规则的源头 若想破坏着金色阶梯 只能从这里着手 况且此时 莫无忌还有一种直觉 他根本不能放手 这里似乎蕴含着他唯一的生计 也是他唯一的转折点 一旦他放手 他就再也没有机会抓住这金色阶梯 越来越汹涌澎湃的道运规则力量从金色阶梯传出来 莫无忌的脊背骨直接裂成两节 脉络都呈现了裂开之势 在这样持续增强的道运规则力量之下 如果他再不放手 那下一刻他将整个人划成血渣 一直以来 莫无忌都是相信自己直觉的 他绝不信这次的直觉是让他送死 当后续更加澎湃的规则力量涌来时 他毫不犹豫将这力量直接转移到了凡人界之中 他就不信 这股力量能够撕裂他的凡人界 他的凡人界道运规则 在这金色阶梯之前 就像小草和巨树 但那并不是说他凡人规则的力量真的如此弱小 而是他的凡人规则力量尚未彻底成长起来 或者说没有彻底的完善 但是即便没有彻底完善 他的凡人界仍旧是完整的一个宇宙世界 是一个完整的规则空间 而这金色阶梯 莫无忌隐约感觉 只是一种道则融合其中罢了 就好像天前绝地一样 原本在不断增强地轰向莫无忌的力量 在这一刻 进阶被莫无忌转移到了凡人界之中 莫无忌惊喜地发现 这恐怖的规则力量 被他转移到了自己的凡人界后 凡人界依然稳固无比 甚至积不起半分连一 而那压制他的磅礴气息 瞬间消散不见 他的生机落 转眼开始恢复他的生机和精血 已经有了些裂痕的脉络 在生机落之下 瞬息恢复如初 一道新的明雾生起 莫无忌很清楚 这明雾是因为他抓住了这金色阶梯之后带来的 尽管这明雾还有些模糊 但是莫无忌清楚 清晰起来也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 反映过来的银山男子 曹奇铁锤立刻轰向了莫无忌的头顶 他绝不会给莫无忌留下任何的时间 莫无忌清晰地感受到 自己这一次的领域虽然也被轰碎 但那碎裂的速度和规模和第一次根本比不了 莫无忌现在是绝对不会放开金梯了 他已经不是怀疑 而是肯定他一旦放手 这金梯会和在寂灭海上空一样缩回去 然后消散无踪 他重伤未愈 又在疯狂引动金梯的规则力量进入凡人界 此时铁锤轰过来 他也只能将头一偏 莫无忌肩上的骨头 在这炼起铁锤之下进戒碎裂 血污横飞之后 这锤几乎将他半个肩膀都轰没了 然而莫无忌不经反省 这一锤比起刚才把他轰进地底的那一锤 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完全不在相同的档子上 可见他抓在这金色阶梯上 将那磅礴的规则之力引走之后 对方就没办法再借助这金色阶梯的磅礼压力量 他的直觉果然是对的 银山男子心头狂震 他万万没想到 莫无忌区区一个准圣五层居然能够抓住金色阶梯 要知道 这金色阶梯可是有圣道道则的 即便他在这炼制诸神塔 他也只能借助这金色阶梯的力量 而无法用手去抓 这准圣五层的家伙 不但抓住了金色阶梯 没被圣道道则碾成血雾 还让他再也无法借助金色阶梯的力量 要这家伙回过神来 自己哪还有命在呀 韩义从银色男子背后升起 他再也不敢让莫无忌继续下去 再这么下去 等莫无忌换过神来 那就是他没命的时候 这准圣五层的家伙太强了 银山男子丢弃了手中铁锤 一道带着冰寒杀意的五彩刀 被他寄了出来 他要在最短时间里干掉莫无忌 绝对不能再拖下去 莫无忌哪里还会给对方 再次出手的机会 在硬扛着银山男子第二锤之后 他一指轰了出来 金色阶梯带来的明雾已然清晰 这一指带着虚妄一切的宇宙悼念 在这一刻 没有天地 没有造化 没有万物 一切都是虚妄 任何东西都将在这一指之下 孽灭无踪 七界之第六指 虚妄 银山男子的五彩刀 刚刚激发出五彩刀芒 这一指道蕴已将银山男子给裹住 恐怖的道蕴碾压过来 这银山男子眼中闪过了一丝绝望 他感受到了一切悼念规则 都在这一指之下化作了尘埃 他的一切生机 一切神通法术 一切神念神源 全在这一指之下化作了虚妄 血雾炸开 银山男子在原地消失无踪 墨乌记无喜无悲 没有了银山男子的阻碍 他索性闭上了眼睛 更加疯狂地拉扯着金色阶梯 有了凡人界帮助 此刻的金色阶梯 再也没有了那种稳如磐石的感觉 金色阶梯 似乎感觉到了墨乌记的不怀好意 他疯狂地在墨乌记的手中挣扎起来 之前还犹如天生地长的金色阶梯 在墨乌记的手中疯狂摇摆 墨乌记的神源同样是席卷而出 除了生机落在疗伤 所有的神源神念 全加持到了金色阶梯之上 如果他要让这金色阶梯顿走 他自己都不会原谅自己 罗须这老东西 时时刻刻想要下来炼化神界 墨乌记决定 不再给这家伙任何的机会 再见面 也是他找到罗须老二 而不是让这老家伙 借助什么金色阶梯下来 随着墨乌记 不断抽走金色阶梯的倒影力量 那金色阶梯爆发出了亿万金光 金光四射开却 看起来极为绚丽 失去了光芒的阶梯 渐渐被剥离出了一道淡淡的紫色 足足一天的时间过去 那金色阶梯像轰然抽去了根基 发出了一声惊天动地的夸塌之声 金色阶梯消失的同时 一种浩瀚无边的宇宙气息 铺天盖地卷向了墨乌记 墨乌记震惊地看着自己手中的一道紫色稻则 没错 墨乌记肯定这是一道道则 这还是墨乌记头一次看见实质的道则 这道道则就像蕴含了无数个世界一样浩瀚无边 墨乌记怀疑 如果没有凡人界 他甚至根本无法将其抓在手里 反应过来之后 墨乌记抬手打出了无数禁止 将这一道道则直接送入了凡人界里 不朽凡人本期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C和粘水校为您播讲的 不朽凡人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